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青少年时期是每个人最开心和有活力的年龄段,但你猜怎么着? 有可能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你会犯一些影响终生的错误。 如果你想要拥有很棒的余生,那么在30岁之前,你必须要掌握这13个重要的人生规律。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人生建议一,进朱者赤,进末者黑,和积极的人交往。 在20多岁的时候,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同龄人一起出去玩,然后谈天说地,共同成长。 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好,可能会毁掉你的人生。 著名的商业哲学家吉姆·罗恩曾经说过, 你的成就会达到你花费最多时间相处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 如果你想飞得更高,拥有更大的成就, 你需要与天上的雄鹰为伍,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进朱者赤,寂寞者黑,在你的身边有职业生涯上成就不高的人, 也有比你更成功的人。 如果你和落后于你的人花费太多时间, 那么你的个人水平和成就也会被影响拉低。 但是如果你花时间与那些比你更有成就的人相处, 不管这有多大的挑战性, 只要你坚持下来,就会变得更加成功。 重视谁是与你共度时光的人, 因为这决定了你的成长速度。 人生建议二, 重口难调, 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既然你已经成年了, 你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为你想要的东西去付诸努力。 也许你的朋友,兄弟, 姐妹, 甚至父母不喜欢, 但是没关系, 大多数成年人为了取悦他人而丧失了自己的生活, 丢失了自我。 现在二十多岁的你将开始练习, 做出决策并且试着去伤害其他人。 我是认真的, 在你的人生旅途中, 有时候你必须学会如何伤害他人。 著名演员比尔·考比斯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知道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但失败的秘诀是试图取悦所有人。 你不需要每个人都同意你的观点或者喜欢你, 想要被人喜欢是人的天性, 不要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为代价去换取尊重。 其他人无法给你一些内在的力量, 这些需要你自己去感悟。 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必须知道你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并愿意为此而努力。 即使你的一些朋友和兄弟姐妹不喜欢你的决定, 你也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 人生建议三, 敏而好学, 孜孜不倦你需要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想要在人生中取得成功, 你必须知道很多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事情, 而获得此类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读书。 很多年轻人讨厌读书, 但你一定要与众不同, 因为你所读的书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影响到你。 如果你的身体是你吃过的东西的反馈, 那么你的思想就是你所阅读和学习的内容的结晶。 阅读有几个好处, 比如提高你的想象力, 提高你的沟通技巧, 保持头脑敏锐, 并且还可以帮助你了解新事物, 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人生建议四, 痛改前非, 坏习惯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二十多岁的时候你有强烈的好奇心, 很想尝试一些新东西, 你可能想尝试吸烟, 喝酒和聚会, 但是沉迷于这些将会给你带来一个糟糕的未来。 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作息时间, 习惯撒谎, 那么你现在需要下定决心改掉这些坏习惯, 否则它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了你。 人生建议五, 井然有序, 学会变得有条理。 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些混乱的事情, 在工作或家庭中, 出乱子的可能性要大于平安无事。 大多数时候, 这个烂摊子从一些小事开始, 然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你找到突破点, 让混乱的事情变得有条有理。 而有些人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混乱的事情对他们来说, 甚至是有帮助的, 可以让他们的大脑处于活跃状态。 我只是要求你从混乱中解放自己, 并开始变得有组织一点, 并非是告诉你任何事都按规矩办事, 不断重复已有的程序。 人生建议六, 珍惜当下, 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常常不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直到它消失, 包括你的健康、 家庭、 朋友以及你的工作。 你拥有或认为未来会拥有的钱, 当你年轻的时候, 看起来你的父母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但他们不会, 终有一天他们会老去。 你认为你有很多时间与你的老朋友重新取得联系, 或与新人共度时光, 但你不会。 你现在有钱去消费, 你认为你下个月也会有, 但是这个谁也说不准, 你生命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保证明天还在那里, 包括那些你爱的人, 你拥有的机会以及你得到的帮助。 这是一个很难学习的人生课程, 最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改变, 所以当你仍然拥有的时候, 珍惜并欣赏你所拥有的一切, 然后聪明地去使用这些。 让你三十多岁的时候, 没有留下遗憾。 现在屏幕前的你, 请暂停视频好好思考一下, 对你来说哪些是重要的? 列个清单, 让自己清楚地知道你需要珍惜的东西。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 大家互相勉励学会珍惜, 而不是失去了才去后悔。 人生建议期, 量入为初, 做好财务管理。 大多数成年人都很穷,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原因之一是他们花光了自己的钱, 然后去负债。 作为成年人必须学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拥有财务状况的主动权。 这可能不会很有趣, 但是你需要学习如何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做财务管理, 这不必是复杂的, 你可以仅仅是做消费记录, 然后就会发现, 有很多没有必要的支出, 量入为初, 从现在开始拥有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 人生建议8, 堆积机遇, 黄金万两, 招财尽宝, 家到新龙, 养成储蓄和投资的好习惯。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储蓄,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收入,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储蓄习惯。 世界上超过95%的人, 如果在今天丢了工作, 下个月就会破产, 因为他们的卡里没有资产。 现在的你20多岁的时候开始尝试 并养成储蓄的习惯, 了解各种投资组合, 那么你将来的生活会有所不同。 人生建议9, 有舍必有得, 放弃那些多余的需求, 身心会更加轻盈。 将自己视为一个细分市场, 打造自己的优势, 而不是盲目地随波逐流。 例如, 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女士, 不要跟随所有的时尚潮流来着装, 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是在摧毁你自己的风格。 如果你是男士, 不要去为让每个人都尊重你, 这样的事情买单, 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在某一特定领域做出成绩, 那么你就是一个细分市场, 拥有无限的潜力。 人生建议时, 虚心求教, 不懂就问。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不知道并没有什么丢人的, 没有人知道所有事情的答案。 假装完美, 并不能让你真正的完美, 不要假装你知道或拥有一切, 制造完美的假象只会让你变得神精致。 即使是愚蠢的问题, 也要去提问。 你可能在某一刻看起来很愚蠢, 但是在之后你会增加你的知识, 并成为更优秀的人。 人生建议时一,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下定决心去解决问题。 你不必成为下一个马云或比尔盖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社会上有成百上千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通常选择不去做那些 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事情, 而去逃避问题。 如果你有很高的追求, 那么找出最让你烦恼的事情, 并集中精力, 创造解决方案, 你只能通过解决问题, 来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相信自己, 一切皆有可能。 人生建议时二, 持之以恒, 不要急于求成。 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刚刚开始我们的成人之旅, 我们感觉好像必须同时去做所有事情, 才不会蹉跎岁月。 我们要总结之前的生活经验, 规划人生去达到更高的高度, 找到真爱, 弄清楚我们生活的目的, 并且我们想要同时做好这一切。 慢下来, 不要急于求成, 你需要明白的一点是, 你不必把一切都弄清楚。 你只需要循序渐进的, 做好当下的事, 做好每一天, 不要好高骛远,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就是对当下最大的交代。 人生建议时三, 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 起风的时候学会一风起舞, 落雨的时候学会为自己撑一把伞。 很遗憾生活是不公平的, 这是事实, 你必须犯错, 失败, 然后在你的人生旅途中哭过几次。 生活是不公平的, 为此去做好准备, 然后习惯这一点。 你要学着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欣喜, 悲伤或濒临崩溃, 都能够不动声色, 自己处理, 自己辨别对错, 好好成长。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 一, 与积极的人交朋友, 二, 不要试图取悦所有人, 三, 你需要拥有自己的图书馆, 四, 改掉坏习惯, 五, 学会有条理, 六, 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七, 做财务管理, 八, 养成储蓄投资习惯, 九, 放弃多余的东西, 轻装上阵, 十, 如果你不懂就要问, 十一, 决心解决世界上的一个问题, 十二, 不要急于求成, 十三, 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习惯他,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对筋机遇, 喜欢我们的节目,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 更多精彩, 我们期待与你分享。